-221的成員达拉 近日登上巾在宇中的網路節目《再朋友》 期間达拉提及了出道後嘗試的充天砲髮型 當時乘坐的車子沒有天窗 因此每次他都必須斜著坐 導致脖子很不舒服 甚至曾因此而哭了 讓在場眾人十分心疼 此外达拉頂著高聳的頭髮 與全門登上柯切拉音樂節時 為了不讓觀眾提前看到自己 必須一直躲在後台 走路時還要歪著頭 而以這個髮型登台其實是CL的主意 並大讚對方是一個很棒的製作人 把一切的規劃得很好 竟在一種感嘆表示 Twin1並沒有宣傳那次演出 但他們一登場時 全場的尖叫聲人十分震撼 當然感性地表示 組合活動期間K-POP在美國沒什麼人氣 而且他們已經長達7年沒有合體演出了 因此完全沒有預想到 他們的出現會讓全場沸騰 也讓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